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 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4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紐西蘭的以德台洋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 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上兩個星期好像沒有新聞 所有的新聞都聚焦了在GameStop這隻股票那裡 又說什麼大衛戰勝哥利亞、散戶復仇記 升了多少百百分比 連街邊的司拉、香港的街邊司拉都提 在Facebook那裡揮揮揚揚 但是今個星期就倒下去了 是不是? 這樣的股票當然是挺好看的 我們這些沒什麼關係的人吃花生 就會看到 咦?這麼像這個衰利明說的東西 衰利明的風骨頭之法 這隻就比風濕 風濕啊?比風濕 這隻算不算風濕了 他很有趣的 在Reddit那裡現在有很多人輸了錢 那些人輸了錢就貼那些叫做 Losses Porn 就是貼自己一張圖出來 究竟他那個倉虧了多少錢 那現在有些人我剛才看到 喂!虧了六七十萬美金哦 哇! 很嚴重 一個散戶虧了六七十萬美金 為什麼會虧六七十萬美金呢? 因為他們把自己差不多僅有的財產都買了 有個例子就是有個大學生 其實他不是在美國住的 他是在荷蘭住的 荷蘭人 荷蘭 他好像直接在荷蘭 好像直接在荷蘭 荷蘭人來的 那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積蓄 就買了在GameStop這裡 銀行戶口就只剩下三十元美金而已 打死罷兆的態度 哈哈哈哈 這個好笑的 我們現在不是叫GameStop 現在叫GameOver GameOver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他 他 收回三十元美金又怎麼樣呢? 本來有錢賺 本來如果上個星期買 基本上可以賺三四萬美金 哦!結果 哦! 反艇 現在就 哈哈哈哈 現在反艇 太跳震了 這個是少年 這個是少年 E 他其實只有十九歲而已 哇哈哈 哈哈哈哈 之前打的散工 就大概賺了 就是他有一萬美金 他是一萬美金 大概一萬美金 然後就賣了 哎呀對不起 原來他裡面的那一萬美金 不是他的身家來的 還有一部分是政府借給他的 Grand Loan來的 讀泰學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大呢 打多一份吧 剛才我說的三十元美金 其實是多於三十元 是三十六 做有三十六 不做有三十六 為什麼是三十六元呢? 因為他是三十元 EURO留在戶口那裡 哈哈 三十元歐羅 那就 呃 糟糕了 現在那隻 股票呢 已經輸了九千元美金了 就是他買到現在是不見了九成 嘿 不見了九成就沒辦法了 就有他了 當輸了算了 一萬元就不見了九千元 難道還退出一些股票出來嗎? 還出現金嗎? 是 說服他 他這些是被人割九菜 其實我都試過 這樣的情況 我輸得比他還多 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你給朋友困 其實就是 是是 再說 說的都傷心 有些朋友是很壞的 其實基本上是不熟不吃的 就是一跟你說 這隻股票升額 剛剛換了莊 我們現在拿了這隻東西 幫他打 幫他打莊 其實他就不是幫他打莊 其實他就幫人找水魚 你中了兩次之後 就知道這個人 就是乾弟了他的乾弟 嗯 那就是 就是你為什麼會相信他呢? 其實就是之前有些股票 譬如說可能賺少許的 譬如賺10%那樣 你就相信他咯 接著呢 他給你賺10%之後呢 他就要你輸回九成 還有你賺10%是賺很少的 因為你不會買得多嘛 最初不知道的時候 你最初一賺 你10個嗎? 上次也有10個 不如我這次重鎚吧 然後你一重鎚就輸到躺下 其實香港是很多這樣的人賺錢的 在股壇上面 就是大家聽那些股評人啊 講話其實自己 只要他一推介那些不是大隻東西呢 你自己都要小心 就是不是大隻股票 還有一件事的 現在提一提各位網友 有很多人叫人買941 喜歡到 這一隻東西呢 我跟大家說 你可以買一些 當收息就可以了 不要駁它會 大升 不要駁它大升 因為沒有可能大升的 因為這些其實是公用股來的 你拿來收息就可以了 你不要說它有5G哦 它可以慢慢的升 現在有些股評人是這樣說的 這些根本就是困人的 你可以買941不是說不能買可以買 但是你不要跟別人說 會一把聲的升 因為是不會的 就算它升了都會跌下來的 這個東西的品質 本質就是公用股來的 而且現在在這裡說一些投資的東西 講一個現實給大家聽 內地是不會給這些電信公司是可以暴利的 這個一定要記住 它不會給你暴利 它會給它賺合理的利潤 但是內地是不能暴利的 這些公用事業是不能暴利的 所以千萬不要相信那些股評人 說有5G所以中移動會爆發的聲音升 另外一隻叫中國鐵塔 又是不要相信那些股評人 因為它要插5G的機站 所以中國鐵塔就會爆發的聲音升 不要相信 因為中國這些民生有關的行業 它不給它暴利的 它會有合理的利潤 你收息就可以了 但是你就不要拼它會爆發的聲音升 說這些會爆發的聲音升的人 是很難無量的 所以大家是要小心的 因為有太多現在我看到 Youtube那裡有太多的股評人在這裡賺錢了 我自己之前都領過東西的 我舉個例子 網上股評人為什麼不相信呢 有一個人我們都經常說的 就叫蕭若元 如果網靈長一些的網友 其實會聽過一樣東西 叫做蕭氏垃圾股指數 那時候蕭其實他在他的節目上說過 他有一次翻身 不知道說他翻身還是什麼差 那他就 是靠手上有一堆垃圾股 突然變金而賺了一桶金的 那麼他就把這個心法說給一些 聽他的節目的人聽 那麼他那時候就弄了一條 弄了兩條 兩條 這事 那麼就 都是講那些垃圾股的 那麼 就是那些人說 他當然是講得不明白啦 那些風險自負啦 那有些人當然相信啦 當然是照買啦 老蕭 老蕭放什麼上去就撿什麼貨啦 撿齊他就有幾十萬這樣放在這裡 放了一個倉子幾十萬 如果放到現在呢 那個倉應該是值四千塊左右 就是二十幾年 是啊 是啊 是這麼嚴重的 所以 投資是要謹慎 千萬不要胡亂相信人 因為我自己也領過很多東西的 其實 一相信那些 賺錢的人呢 就大了 就是出來賺錢 因為他們拼經濟的方法 就不是自己去賺 該賺的錢 就是去困你 去買一些會輸錢的東西 去賺錢 最失望的是一些很熟悉的人 是熟悉的人 跟你說那隻號碼 然後有你沒有你 總之你中冠口就去買了先 怕放死吃虧的一樣 頭一兩次呢 一般都OK的 第三、第四次之後呢 自己就輸獲金 我就是這樣 都試過這樣 想起都欲哭無慮 我現在還有一些這樣的東西在那個倉上 有些垃圾放在那裡 都沒有清 所以坦白說 就是這些這樣的情況 是很普遍的 就是在金融市場 就是很多人在賺錢 就是你說Reddit那個 什麼Wallstreetbets 就是華爾街堵住 這個這樣的subreddit 你說是不是真的沒有一些基金佬在那裡賺錢 我是不相信的 是 或者沒有一些古壇老千在那裡賺錢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你在香港也看到有 香港那些論壇 經常叫人買這個買那個的 沒錯 那這些方濕投資法呢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參和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現在有一個美國的運水公司創辦人 叫Carson Block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都已經說 現在很多人說這次是散戶復仇這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一看這個GameStop所做的圖表走勢 基本上不是散戶做的 而是對沖基金借勢炒上去的行為 對賭嘛 其實對沖基金是不是都有得吃的 其實有些對沖基金可能已經吃了很多了 就是吃了別人的對沖基金 接著出來講數 其實最有可能是這些的 不過當然這些交易數據我們看不到的 就是我自己就看不到 不敢說其他人看不得到 但是現在你看到那個reddit 就是那個 有網友就說比較像百度鐵巴都是的 比較像 那它那個網站有人貼了一張照片出來 就是一個耶穌的照片 一張照片上面有耶穌 聖母馬利亞和我講的電動車救世主Elon Musk Elon Musk Tesla特斯拉那個 其實這一次為什麼會 這一次炒得起 不好意思 這一次炒得起 馬斯克是絕對是有其中要負一部分責任 那些傳媒全部都是炒起它 一看到馬斯克都說 於是就一起炒起事情 令到很多散戶入局 現在被人割韭菜 它那張照片還沒講完 其實有耶穌聖母馬利亞和馬斯克在那裡 然後上面就有個GameStop的logo 在頭上發光 是啊 現在在這個reddit那裡 就是Wall Street Bets那裡 有些人出來說 這個Wall Street Bets 不是純粹是一個投資的群組來的 是一個宗教來的 你一定要全程投入入去才行 那現在有些人就說 就是有些人就寫了一些字 就說我們是不會撤退的 我們是血肉長城 股民血肉長城 我們現在等到這隻股 升到上月球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有人找回 當初說這個散戶領袖 叫Keef Patrick Lewer 他在年初的時候 就說他持有五萬股GameStop 和五百份 看張其拳 這樣說的 他其實 在最厲害的時候 就賺了4000% 他賺了4800萬美金 但是現在呢 他就說他已經損失了1300萬美金 但是我是怎麼都會頂他下去的 其實還有這個 subreddit 其實它裡面有些自己的文化 你要知道他們講什麼才行的 那它有個emoji 它有個火箭這樣的 就是 跟著還有一個叫diamond hands 就是diamond hands 就是鑽石手 不是鑽石山 就是鑽石山的意思就是 你輸了都不要賣 就是這隻股票呢 就這樣插了水 你都繼續拿著它 那這個就叫鑽石手 就是在他們那個 是啊 就是狂鑽就鑽石手 就是跌到震街都繼續拿著的 那其實這個Wall Street Bet 就是整天都是叫人買那些垃圾股 其實就是 我現在為什麼突然想起阿蕭呢 就是其實我看回我以前那些買賣的紀錄 就是早幾天就看回 那其實我都是有買賣過 老蕭那些垃圾股指數裡面的股票 那時候就 那時候時間多些 一不對路就可以馬上沽了它 那是輸錢的 但是不是輸很多 就是不是輸到 就剩下四十多萬 剩下四千塊 不是這樣 但是 有些人呢 是真的會放在那裡 就這樣沒有理 就這樣放在那裡 反正不是很多錢而已 四十多萬 那現在就變了四千塊 用了二十多年時間 那些垃圾股指數 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總之你這些 那些股票這些 你不看緊一點 其實就很容易拿東西的 除非你是買大籃籌 現在 現在是越來越多 就是出來賺錢的 股評人 就是它開一條頻道 出來說 接著就派號碼這樣 其實大家是要小心的 因為輸錢的機會 一定是比贏錢的機會多 就是如果 我跟大家說 買中指頭 其實我都沒有說清楚 是買什麼的 但是你自己 我就覺得大家都可以領悟 但是現在應該要小心一點 告訴大家 有些什麼不能買 所以才講給大家聽 有些人在那裡吹這個股票 就是5G的股票 5G這個股票 其實在內地會暴利的機會 是很少的 就是現在這個股票 有些股評人在那裡狂吹 5G發展 所以那些通訊 就是電訊股 內地那三隻 會聲音 什麼什麼 但是 你有了解內地的實際情況的人 就會知道這些是謊 因為 他話費都沒有升 他轉了5G 還有優惠 那他怎麼賺錢 這些是 民生的事情 不會讓他 賺很多錢 不會讓他暴利的 內地是 你要認清楚 如果他做了5G之後 他有什麼可以賺多了錢呢 他有些新的應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賺多了錢 但是 5G是沒有新的應用出來的 那些新的應用呢 其實是要去到 可能2024年呢 就會慢慢的出來 那些新型的應用 5G 但是現在是沒有的 現在唯一的應用就是 下載劇快了 一聲下載完 但是這個是沒有用 還有 現在有些 內地 又要講一下內地的情況 不好意思 其實這一節呢 就不會純粹講game stuff 因為他都game over的了 這件事 那 內地的實際情況就是 因為現在就是過年了嘛 過年呢 內地是不鼓勵人流流動的 因為現在的疫情其實是回來了 也都 就是很多地方根本 清不了零 現在內地的現實情況就是 疫情受控 但是不是清零 那好了 講個現實給大家聽先 現在那些市政府 為了 叫那些人不要到處去 因為內地的電話號碼 就是跟地區的 譬如你在深圳買一個電話號碼 那你就會收到深圳的資訊 那我的電話號碼 就不是深圳買的 我的電話號碼就是北京的 那我就看到呢 就是北京市政府呢 就出了一個數據包 你呢就是在北京 不離開北京的話 你就可以claim這個數據包 在北京市的範圍以內呢 你就可以用那個過年的時候 貓在家裡就用那個20G的數據包 就看一下劇啊那些東西 就不要到處去 其他城市呢 我的朋友告訴我 都有類似的操作的 那這些就會是政府 幫電訊商買的那些數據包 但是這些都不是什麼大錢來的 其實就算你加起來 都不是真的什麼大錢來的 它會不會因為這樣賺多了錢 會賺多了但是是好笑的 所以不是一些會噓聲聲的東西來的 現在那些股評人呢 我不想批評哪一個 就不斷吹這個5G故事 就說這個5G會成功啊 什麼什麼什麼 是5G是會成功的 但是不是明天 沒有這麼快的 就算電腦都不會暴力的 在內地是 所以大家要很小心的 其實就是 這些公用事業呢 你只能夠用公用事業的方法去評估它的價值 就不可以用科技股去評估它的價值 就是現在有些人就吹到說這個電訊股可以當是科技股 其實大家記憶呢 不要太短了 不要太甘語 是啊不要太甘語 其實試過一隻東西的 叫做刑科數碼動力 當它收購了這個香港電訊之後 你想一下如果23元買23元拿著刑科的人 如果拿到今天他現在剩下多少錢 你自己想一下 就是這些故事呢不要被人拿去重複 就是古靈比較長的那些人 當然記得刑科數碼動力 那時候我讀大學 收購8號仔 接著之後收購完之後 這隻8號仔值多少錢呢 自己想一下 就是電訊股不是沒有前途的 就是電訊股我都要說不是沒有前景 你當它收息股可以 但是就不要聽那些 就是怎麼說 財演 說這隻5G它會升到很厲害 不是的其實 因為這個是公用事業 跟其他跟5G有關的就會升得厲害 而且它是可以 一個新開的市場 殺出一條血路的公司 這樣就有可能賺很多錢 就是譬如舉個例子是什麼呢 有些做視像會議的 它就不是做視像會議 做Hologram 就是做一個影出來 那些在5G技術之下 就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 有些什麼公司做這些 暫時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人拿到實質的東西出來 有人做Hologram 但是沒有人拿到實質的東西出來 到現在都 你所指的實質是怎麼樣 是真的可以有效地用在手上 你拿一個手機出來 可以射一個Hologram出來 現在沒有的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Hologram的那些 全部都是一座東西這樣的 很大部 即是未輕量化 如果你做到輕量化 因為5G你就要在一個手機那裡做出來 即是如果你手機有一天 可以射到一個Hologram出來 那那間手機公司 就會賺很多錢 如果拿到專利的話 當然現在還沒有這個東西 那這些幾年之後 會不會有呢 我可以告訴你一定有的 有些人已經研發著 但是現在還沒有出來 但是這個又在內地 很欺負人玩的 因為內地 研發手機技術 那間公司叫做華為 它是沒有上市的 那你 你是不是可以隨便 資金就可以賺到這些 這些紅利呢 就不是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玩的 譬如美國人 有間公司出來 可以手機Hologram 就是射一個人像出來 就好像那些科幻片那樣 如果它做得到的話 那就應該很棒的 但是現在暫時都沒有人 做到這些東西出來 那那 講回GameStop 就是這些那麼高風險的股票 買不是不行 當賭錢 少住議程 大賭就不願意了 就好像我們講賽馬節目一樣 就是那些風骨投資法 是啊 人家風骨投資你就在那裡抽一下水 搭一下過山車就沒有所謂 但是不要重駐這些不行的 還有現在它是跌了很厲害 跌了一百分 這隻東西呢 在高位下跌下來 百分之七十幾的了 跌了 那麼 小心啦各位 就是如果是賣的話 還有現在就很多人都 當了這個馬克思 馬斯克 不是馬克思 講了一種 那些翻譯都搞錯了 那麽呢 那麽呢 他講的那些東西呢 就是福音來的 就是總是點石成金 飄到星的 那麽其實就盡量不要相信 其實是不是傳媒 特意抓索這件事呢 就是沒有東西找東西講 結果就害死了很多人 這陣子這樣看 在那裡玩神話 他們要製造一個神話出來 就是說 這些就是草民反抗華爾街 成功啦 那麽大家可以掠水 其實不是 其實沒有那麽容易的 是 講到底都是華爾街 與華爾街之間的爭奪 開頭可能是散戶入局 但是當Elon 就是有人看準了 這檔東西可以用一用 於是就群起 就是有大戶 大戶借勢入 我覺得是 大戶借勢入 結果把你們這幫散戶 最後割韭菜 其實跟香港是很相似的 Elon Musk 他都不是經常上Reddit的 你猜他會一天到黑 看著Reddit嗎 他當然不會 但是他自己都說 他自己經常被散戶 被大鱷夾他嘛 難得你那幫人肯在一起 他就去搭爹 口水多多 搭兩句爹 再炒起個勢 其他基金又入局 一入局 那現在就括九塞 節目來到這裏差不多了 不過要警告一件事 首先就是 現在在我們那個 視頻的討論區 如果有人留言 傳遙抹黑特區政府的話 是會馬上被封鎖的 不會再有警告的 已經有數個網友 被James封鎖了 他今早告訴我 大家自重 因為有人竟然夠僵 到在這個闢謠 那一節下面 再抹黑特區政府 而且還說我們的闢謠 不是闢謠 說我們搜集的資料 不是資料搜集 不好意思 各位網友 他已經被嚴正封鎖 那 講句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 因為 你再在這裏傳一些 抹黑特區政府的東西 我們是沒有辦法 留你在這裏 因為 已經太多人 抹黑特區政府 我們是不想參與這件事 OK 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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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